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扶贫纪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作为一个开发商 我们应该响应政府号召 积极投入到政府扶贫帮困活动中去 了解到小文强的病情后 我们深感同情 并立即行动 这次帮扶只是开始 只要能挽救小文强的生命 我们将跟踪帮扶到底 并积极想办法为其联系更好的医院 给予治疗 普普通通的话语 道出了一个现代 如商的社会责任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何泽中心董事长胡本宇如是说 陈文强今年八岁 双庙陈社区居民 其父亲因车祸身亡 母亲改嫁他乡 2016年 爷爷重病去世 和年近70岁的的奶奶相依为命 2016年 查出患有白血病 多次到济南等大医院治疗 花费极大 家庭异常困难 每天常以白面汤冲击 了解这一情况后 办事处积极想办法 给予救助和帮扶 专门安排有关人员 落实医保 人寿保险等保销和民政救济情况 则令医保人员 跟上服务 帮助联系孩子用药 并联系辖区内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 予以认领帮扶救助 陈文强是十多名特困家庭之一 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下一步 办事处将针对社区大病患者 孤儿 重度残疾和特困户等不同情况 出台帮扶办法 纳入低保 健康扶贫 联系医生针对性治疗 扩大救助 发放补贴 专门供养等 真心为群众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搭建了党群连心桥 及时全面地掌握了困难群众的生活现状 带去关怀温暖 聚焦并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切实提高了困难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根据规划 合则中心项目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85万平方米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66万平方米 地下约19万平方米 其中地上住宅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 商业总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米 住宅区呈阶梯式开发模式 同年五期依次建设 建成后将成为合则标志性人居典范工程 商业布局的落成 也将成为合则 乃至整个鲁西南地区的商业示范工程 也是唯一一个沿中华路主干线面 宽达400米的大型城市共同体项目 选择